下面才来关注正在日本进行的女排世界杯 昨晚的中共女排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战当中 三比零横扫东道主日本队迎来五连胜 日本队是一支非常强劲的队伍吧 特别他的后防特别的拼 然后也会对我们进攻造成不大不小的困扰 也会对我们进攻造成不大不小的困扰 也会对我们进攻造成不大不小的困扰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做出了充分的困难准备 然后今天场打得大家都非常的积极 打得很好 防住了对手的进攻 我们这一局还有另一项制胜的绝招 那就是张长宁的发球 16比7的技术暂停过后 中国队再次连得7分 其中5分来自张长宁的发球 第五次直接发球得分后 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第五次直接发球得分后 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中国队再次连得7分 其中5分来自张长宁的发球 第五次直接发球得分后 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个赛程对于中国女排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相当于这一战到达日本队这边 算是一个相对这一战比较强的这个对手 那么在到下一战之后 巴西跟美国这两场应该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那么中国女排肯定是打一场进一步 然后到美国这一场球迎接一个这样的爆发点 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相信到下一战 中国女排将会表现出更强的经济状态